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亿出啊 结果达成率啊 百分之137% 非常非常的可怕 今年我们编了多少 15亿比去年又多一点 15亿 但是呢 这是我们今年到年底的时候 编了15亿多 来开我们交通法端的一个收入 可是我们里面的细项里面 当然因为里面还有一些 比较小额的金额本息没有列出来 我是列出一些比较 可能金额高一点的 在我们交通法 采法的业务支出的部分 1500多万 电话费 邮资啊 因为有时候要邮寄部分 大概是100多万 其他还有临时人员的酬金 94万多 那为什么会有临时人员的酬金 我们里面的编类人员难道不够吗 那可见就是为什么 你看我们去年 达成率可以达到137% 那今年搞不好更多 搞不好是150%以上 因为今年编了更多 所以我们的交通局的人员 要更努力的开单 才能够达成 好 那本席要请教一下 我们交通局陈局长 今天 我们今年编了 所以现在才刚刚四月底了 我们编了15亿 但是我们主要支出在这里 1500多万 那请问一下 其他的钱 跑去哪里了 我们收了我们的高雄市民 15亿的钱 到年底的时候 绝对不肯只有15亿啊 搞不好收到21 22亿 不等 因为去年编了14亿多 竟然可以 开发到将近21亿嘛 所以我想今年的业绩 一定是非常非常好 因为我们现在 刚刚市政府举债 已经快要破3000亿了 快要破产了 所以本席想要了解 到底今天我们的业务支出 只需要1500多万 可是为什么 我们跟高雄市民 收编了15亿多 那其他的钱 跑到哪里去了 这第一个问题 好 那今天我们编了这个交通罚款 的一个税入 主要的用意 除了是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 能够遵守交通规则 减少我们的交通乱象 降低我们的造势以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目的 是不是要把其他更大 比的数目 来填补我们高雄市政府 举债的这个坑洞 那今天给我们高雄市民 裁划了这么高的一个罚单 改善了我们的交通了吗 那如果没有改善我们的交通 让很多汽车找不到停车位 包括在103年我们4月1号开始公告 我们的机车全部不可以填在我们人行道上 而且不再提醒 只要违规进行开发 那因为我们跟其他的直辖市比较 我们高雄都市六都里面 机车平均100人当中 机车数量是最多的 那因为高雄又是一个工业重症 很多的劳工 加上因为景气不佳 很多人可能舍弃开车 骑车代步 因为机车跟汽车的确他在这个 他的成本的考量上 经济的负担差很多 所以汽车会随着我们的景气不好 他会递减 可是机车的高好颠倒 会随着我们的景气不好 他反而是攀升的 所以本席要请教 我们高雄都 第二个问题 高雄都目前总共有多少机车组 其次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这么多的机车组 但是我们的机车的停车阁 编夜却不够 那这些机车不能够停放在我们的人行道 要影响我们的交通 影响我们不行行人的安全 那请问这些机车组 车子要停到哪里去 而且 今天他会用机车代步 除了一个便利性以外 也有可能是经济的考量 我们在这个财法部分 至少 超过八百块钱 包括他的罚款 还有脱掉费用 那如果你超过他的保管的时间 还要外加几十块钱不等 所以加压大概将近九百块钱 但是现在那个景气不好 很多人几乎都是平均月薪 零两万多块的 其实才带有人在 那高达这么高的一个罚金 的情况之下 一天只要接到一张罚单 他一整天的工资泡汤 请问局长 我们看下一张 局长 我们收了这么多钱 收了十几亿 进入到我们高雄市政府 这个大水库之后 结果我们却在高雄都 很多的地区啊 增设很多取缔的最新的设备 所以现在网路里面啊 每个民众都一直流传啊 说高雄市政府现在抢钱很凶 景气又不好 且难抓 大家要小心啊 结果 这个取缔我们的 更新我们的设备之后啊 让我们的取缔的敏感度更高 更不会漏罚 我们违法的一些民众 结果进来之后呢 让我们的罚单的数字 收入更高 更高之后 我们又编给更多的预算 去更新我们的设备 结果我们就这样二线循环啊 二线循环 结果浅进了我们高雄市政府了 那我请问一下局长 以下的问题 第一个停操问题 本席的服务处在大社中山路 那个地方是大社非 就是交易的交易非常频繁的一个地区 是大社一个比较 市场活络的一个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店面非常多 但是除了一个国外市场有停车位以外 其他的地区没有规划任何停车位 所以有些民众 因为不得已很紧密的情况之下 肯定还停车了一张罚单两千四 还有民众一个月里面收到两张罚单 四千八 已经回到跳楼了 还有我刚本本席所提的机车组 我们的机车组现在的数量啊 局长本宜先跟你提醒啊 跟我们高雄都的人口差不多 平均每个人家里面就有一部机车 但是不见得拥有那么多的汽车 好 我们的交易问题改善了吗 如果这个交易罚款的收入 当然违法 开立罚单 我觉得这个我们明代在议事厅也不可以随便去维护 还是要是非 但是你改善我们交到问题了吗 我们很多重要的入口 我们没有钱装监视器 没有钱去追查我们造势者逃到哪里去 我们很多重要的路段 没有射红绿灯 因为高雄市政府 只要跟你回韩去 我们没有多余的兼备编列 可能还要再等数年之后 看看有没有 我们的危险路段 我们人武区 包括很快我们鸟松区的凤仁路 这本席选区当中 凤仁路是造势机率最高的 到现在为止 我们高雄市政府抢钱 已经五六年之久了 每年都编列十几亿 我们改善了吗 肇事还是一堆 死亡率还是很高 标示不清 我们有很多的路标不清楚 包括有很多路牌 已经落差了 甚至有些已经回损很久了 但是也没有补 局长 以上的问题 你觉得 你收了我们高雄市民 一年这么多钱 去年收了二十几亿 今年编了十五亿多 但是到年底 我想一定会破二十一亿以上 现在警察压力很大 因为市政府编的这个预算 如果这个红单的数量 业绩不够 上面的长官就会定了 虽然局长口口声声说 他没有给任何的援警压力啊 但是局长在这个地方 他敢承认吗 他绝对不敢承认 所以局长 今天我们钱 进了我们高雄市政府 我们高雄市政府 到底为我们的市民朋友 解决了多少我们的交往乱象 我们解决听称谓的问题了吗 如果我们没有解决 所有这笔钱 百姓能够心服口服吗 请局长回答 以上本席四个问题 谢谢 教练局 陈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陈主席 还有许议员的关心 刚才议员一开始提到 我们交通罚凡的编列 跟实际收支的情况 议员有提到说 我们一年收到二十一亿 这个可能是误会 那编列预算是大概十五亿 那绝算数大概是在十六亿 那报纸上或是 议员刚才提到那个二十一亿 应该是所有市政府里面的 裁罚的收入是二十一亿 那这个部分 不是全部都是在交通罚凡 这个必须要先进行 好 没关系 即便是有其他业外的收入 但是我们的确在去年是编了十五亿 去年是编了十四亿多 没有错 今年编了十五亿 这个也是事实 对不对 这个事实还是相当惊人 那请问一下局长 那这个部分就是因为 根据过去往年 我们裁罚的决算 这样的一个情况 延伸编列 对不对 那这个部分在我们财政委员 委员会里面也讨论了很多 局长你讲得很好 我们是延续很多年 所以我们跟高雄市民 很多年都进上十几亿 可是十几亿当中 我们高雄都的交通乱象有解决吗 那没有 交通乱象没有解决 我们每年编的机会越来越高 那市民朋友对我们高雄都 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印象如何 他并没有越变越高 就是过去几年起来 就是大概在十五亿多 那所以他没有所谓 越来越高的问题 时间有限 不想跟你扯这个金额的问题 金额的问题 本期已经凸显问题了 我要问你 那你后面的问题 你怎么解决 这些问题你怎么解决 所以刚才议员 你收了我的高雄市里这么多的 这么多的钱 有朋友来到服务处拜访我 找不到停车位 那很勉强 塞了一个位置 马上开单 马上开单 所以啊很多人啊 不敢来造访 大社区的中山路 因为除了我们国家市场里 没有停车位以外 可是中山路热热等啊 怎么可能 有可能说今天 可能接近男子那个路段的中山路 它是属于大社区 把车厅到国外市场 然后去到接近我们来自那个地方 去房友 或去购物 不可能嘛 所以局长 我们停车位 我问你怎么解决 所以我们在这个交易局的 说明书里面 我们的业务报告里面 有特别提到 我们可能考量 未来要来盖这个立体的停车场 但是高雄都有38区 你盖得完吗 你盖得完吗 那边多少的预算 才能够完成多少座的立体停车 那它执行成要又是如何 那包括现在 我们的轻轨 老实讲 高雄人很喜欢开车 或者是骑机车 跟台北的整个环境不一样 那因为百姓的习惯不同的时候 如果我们一直把工部门的钱 砸到我们当中的运输系统 短时间我们看不到成效 所以除了你去改变高雄市民 他们开车 骑车的习惯 所以本席已经凸显很多问题 可以让我们局长去进行改进了 局长 那针对我们的交通乱象停车问题 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本席 请局长回答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许议员 刚才叶也提到 我们确实是在市区里面 有一些停车已经不足 然后又是都市发展 比较密集的区块 希望能够透过立体停车厂的兴建 来解决这个供给不足的情况 那市区 对 那其他的偏远地区呢 便宜 对 所以那个地方如果有用地 我们一定会积极的去开辟 比如说我们每一年 有开辟了非常多的这个停车厂 那刚才议员有提到一个重点 不可能每个地方或是在市区 任何地方都是开停车厂 或是立体停车厂 这不太可能 那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我们共同来思考 可能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是不是我们在使用运输工具的行为 跟习惯 可以来做一些重新的思考跟改进 当然公部门必须要提供相关的这种 相关的建设 那可能我们也要呼吁 我们的市民朋友一起共同来思考 是不是 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 局长 早上啊 已经有某个议员 特别提到 既然今天我们这么高的罚款 不能够改善我们的交通乱项 表示你们的策略是错误的吗 因为已经太多年 让你们去做测试了 局长 你知道加拿大 加拿大他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加拿大因为福远很广 不像我们台湾 整个的土地面积是不同的 可是加拿大的政府 他为了就是说 因为他的环境非常好 如果今天交通呈现一个乱象的时候 也会导致整个加拿大的整个形象 是受损的 所以他们是鼓励什么 鼓励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设立一个民间的停车场 让很多人可能他没有办法停在公立的停车场的时候 究竟可能有一个小型 有点类似像民宿的方式 究竟可以疏解一部分的 那这样子又可以让我们的 小老百姓 有一点点小小的收入 也解决我们的停车的 再给许远两分钟 谢谢主席 那日本呢 日本的政府怎么处理 日本政府规定 如果今天你要买汽车 你必须要能够证明 你自己自家 或是你自己住家的附近 要能够有能力 有停车的能力 就是说不管你是购买的 或者是租赁的方式 表示说你买了这部新车 或者是二手车 没有地方可以停 我政府 日本政府才会核发给你驾照 那我想啊 日本真的是非常的先进 那因为由于日本啊 因为他们的手法精神 跟我们台湾的确 我们台湾人真的还是需要学习来改进 但是我想这两个 一个欧美 一个日本的文化 跟我们台湾人 当然在某些部分 是有点类似的 好 那局长 未来你针对这个部分 对 有什么看法 是 那尤其哦 原高雄县的土地面积很大 是原高雄市的 加近19倍的面积哦 起来可以去立体停车场 那郊区要怎么 我们原高雄县市 高雄市的19倍的面积 你要怎么去解决 这个停车位的问题 请局长回答 是一方面我们就 我们编列公有的 这个停车场用地 我们会评估它的需求性 适时的去开发 第二个 我们在真的 没有停车 公有停车的 这个用地的时候 我们也积极的 跟像国防部 国税局 财政 这个 国有财产局 财产署 这边来 跟他们做合作 甚至我们也跟台糖的用地 去做一些合作 第二个就是说 刚才议员有提到了 如果说 民间他们有意愿 民间会开辟停车场 一定是他认为 那个地方有需求 要不然他们不会去做 这样的一个投资 我们也一直 在福岛民间能够批建 这个停车场的 这个工作 第三个刚才议员提到 一个非常好的先进的概念 就是说 我们使用 这个 擁有一部车辆 是不是要考虑 我们是不是有 自己自备 一个停车格 那这个部分 确实在国外 包含日本 还有在新加坡等等 国家也都有考虑到 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当然 我们也 我们也乐见 在我们高雄市 未来在 在擁有車輛的這個過程裡面 應該考慮到自己是不是也要內化一點停車的這個需求 那這個部分如果議員認為說我們高雄市可以往這個方向來推進 我們公部門當然早就應該要往這個地方來共同努力 那我也希望說或許在議會我們形成一個共識 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來推動 那相信這個會對我們的城市的交通停車的部分問題會可以很大的一個解決 謝謝議員的這個執政 好 謝謝 謝謝許議員的質詢 那再過來是劉德林 劉議員15分鐘 會議主席 我們陳議員 我們在場的所有交通委員會的各局處的我們的首長 在場的我們議員先生小姐以及高雄市電視機前面的我們高雄市民朋友們 大家早安 大家好 首先我請教一下我們的觀光局局長 而局長 我們就採劇恩劑打好了 來 來 觀光局長 八百零六萬 那我們來講一百零一百零三年的時候 是多少 七百五十 七百六十七萬 你知道 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增長率是五趴 那我當時也請教過 我們局長 在今年度 我們也看到了 現在的今年度整體的現況 以去年的話 八百零六萬的這個觀光來到高雄市 可是今年來講 我們從去年延伸八百零六萬 這個數據 我們是以數據來講話 可是在這個數據上面 如果這個八百零六萬的人次裡面 如果來高雄住宿 一個人花一千塊 局長是多少錢 一個人花一千塊 八百零大概是八十幾億 那兩千塊錢就是一百多億 一百六十多億 對不對 是 可是在這上面來講 也看不出來高雄市的整個的 一個經濟上面的一個溢注跟突出 這一點 我保持一個 一個這個保持的一個 遲疑的一個態度 那我們來講 觀光是一個城市發展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在你的工作報告的前沿 你也詳細的提出 你的主體的論述 對於觀光 那我們來講 現有的觀光 我再想請教一下 當時在施政報告的時候 本席請教你 在今年的一至六月 大概 我們的這個高雄市的觀光人口數 會達到多少 你現在可以回答 請問一下 劉遠是一到六月 現在才四月 對 一到四月 我以去年的一個計算來講 我們整年的觀光人口數裡面來講 以一個國際來到高雄大概是多少 去年的話 國際來到高雄大概將近三百五十萬左右 三百五十萬 好 三百五十萬 那我們來講 因應今年的一個政治的變化 對 那我們來講的話 你現在來看 我們在這一次的交通部網站裡面 也證實 從三月份到六月份 可能我們整個的大陸來台觀光的少掉三分之一 是不是 對 交通部長在立法院是這樣子回答的 是在這樣子的回答狀況之下 那你身為一個高雄市的觀光局局長 你面對的這個整個具體的一個狀況 那去年來講的話 如果以整個國際來台觀光的總人數 三百五十萬來講 那今年來講 陸客來台的一個觀光人數 一到六月 我告訴你 它是兩百零四萬的一個數據 那我們來講 今年如果少兩百零四萬少到六月份少掉三分之一 你想想看 有多嚴重 這所牽動的一個關係鏈裡面包含了 包含了我們的旅館 飯店 我們的整個的交通 我們各項的一個資訊的數據 這個有多嚴重 那我們今天來講 你明知已經到了這個狀況 你身為這個局長 你怎麼樣帶你的團隊去突破跟因應 因應是怎麼樣因應 突破又要怎麼樣突破 請簡述答覆 好的 謝謝劉議員的指教 我想其實這個風聲我們在年初就一直聽到 那我們同仁也很積極的做一些防禦措施 我們現在是提出兩個方案 現在已經在執行 第一個就是增加更多的國內旅客 所以我們提出了從這個三月開始 一直到今年年底看我們的預算 我們是撥五百萬 只要是集合25人以上的旅程來到高雄 那我們一台遊覽車補貼它五千塊 一定要住宿 這個是針對國內旅遊部分 補助多少 一台遊覽車我們補貼它五千塊 是補助給這個遊覽車業者還是補助 這個旅行團 旅行團 我們補貼它遊覽車的費用 這個是我們針對國內旅遊的部分提出這個優惠的措施 第二個呢針對國外旅客 國外旅客我們有研議一個方案 針對這個國外旅客到高雄來住宿超過兩個晚上 一定要住兩個晚上的 我們每一個人一人頭補貼它四百塊 那我們現在來講 以現在實施到現在 我們的數據是多少 因為跟劉遠報告說 目前來講 你在手上你的補助的一個這個經費的這個支出 你手上應該有數據嗎 我們是從今年三月開始因應 那我等一下請同事把我調出來 就是三月開始申請的 有些人是申請但是它還沒有來 所以我們要掌握這個整體的數據 局長把這個數據整體的來給本席一份 當然當然是 第二點我們也看到現在 整個的一個觀光人口 我們怎麼樣從國際上面 我們看到上這個去年國際三百五十萬 我們怎麼樣在這個國際上面 來再做一個突破 對 來讓我們的城市的觀光業能夠再提升 我在想 一個觀光業所帶動的這個周邊的產業鏈 是非常可觀的 這是我我在想 身為一個觀光局局長你責務旁貸 包含你這個整個的一個郵輪 有去年有六萬多的人次四十六班 這個部分我們來覺得它有定期的班次 可是你講到這個空運怎麼樣跟交通部 跟中央我沒有看到你努力的成果的一個主體的數據啊 你只是提到這個 我希望你下次把數據要呈現出來 要不然來講的話你這個工作報告裡面 是顯現的一個空洞 可是在我們主體的一個要求 你交通局這個觀光局怎麼樣去加強你觀光局的一個主體的成效 成效就是數據就是人數 如人數才能夠計算我們的整個的一個關係鏈的一個這個經濟的一個成長 這是我們必須要看到的一個主體數據 這個部分我希望你在加強以外 必須要念之在之 現在面對的狀況就是這個樣子 第二點 剛剛來講這個衝刺國內的一個旅遊 我們來講現在的一個新名詞就是亮點 我在想說您舉例一下我們剛剛是現在的 以通俗來講的亮點在哪幾個 當然我跟劉遠回報 我們高雄現在旅遊前幾名 第一名當然還是佛陀紀念館 那第二名近年來極速上升就是我們博物藝術特區 它原本是從這個五六十萬 那到去年已經超過三百萬 那我再跟劉遠報 我們在預計今年的五月 我們會有一個新的這個主題樂園 是非常吸引國內外遊客 就是我們的草芽道的汽車主題樂園 我們跟這個 他的這個投資單位跟他們密切的談 密切的溝通加強宣導 他們預估一年的觀光客 單單這個主題樂園 大概可以吸引至少這個五百萬以上 所以我想這也是我們想 市長我在想說要抓到我們這個國人的人心 對 在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們在最近最夯的 你知道 就是嘉義布袋那邊的高跟鞋 對不對 那很亮 再過來流離吊橋 是不是 所以說怎麼樣去 讓我們的國人的這種 這種對於新的一個產生的一個好奇 跟一個真正的一個能夠打造周遭的 提升我們的觀光 這部分讓我們看到亮點 看到你在溢柱的時候 可是我們長期以來 以高雄縣市和平之後 我們一直希望 我們觀光局怎麼樣去創造 可是在這個創造當中 這麼多年的時間給了你 你對於整個的寶來的溫泉 跟六龜的溫泉 到現在你只能做上 只上作業而已 以什麼這些合法的什麼 你沒有人啊現在 你哪有什麼人 你現在你的亮點在哪裡 我們今天講 最重要的一個溫泉 到現在 在哪裡 局長 跟警方有回報 這個溫泉 專探 市府自從八八豐災以後 原高雄縣也好 和併以後的市府也好 真的是非常的 積極想要去專探 我們也花了預算 但是專探有時候 預算怎麼樣做執行的 專探到現在來講的話 您這個編的預算是多少 我們原這個高線時代 編了一千八百多萬 執行到失敗 那你後續的一個追蹤 跟這個我們來講 持續的一個探專的一個過程 沒有啊 我們現在還在還在專探 還在專探 現在有新的約 你專探的是以一千八百萬的一個 沒有沒有那個已經結束了 我們後來又跟江部官局 再爭取一筆 跟市府的一筆 配起來 一共是兩千萬 一共兩千萬 當時跟這個 現在這個專刊的點有幾個 我們試圖專探兩個點 那第一個點已經專探 大概將近三百米 那三百米當時的有出水 但是量不夠大 還沒有到商業開發的價值 所以現在預測 再往東邊再 局長我自己舉例來講的話 怎麼樣去創造一個旅遊的亮點 我們這些都是我們原本的高雄市的一個最重要的一些景點 所以說這怎麼樣去不斷的創造亮點 不斷的去創造的一個連結性的一個遊覽的景點 這個樣子一個帶動的循環 我相信在這上面你是責無旁貸 當然我們有辦了這個高雄南河馬拉松 之前也吸引了將近五六千人進駐寶來跟六桂這個區塊 那我們這一陣子也跟原住民區的幾個 局長我們舉例來講的話 你看香港的這個 它十一住行 哪一項是便宜的 它只有一個免稅 它只有一個免稅就打造了香港 它看到整個香港的一個發展當中 就是十一住行沒有一項是便宜的 只有一個免稅 那我們來講的話 我也希望 我們不管是藉由亞洲新灣區 或者我們一百零二年 當初中央政府所講的 我們為自由貿易經濟這個示範區 這上面 攸關經濟發展 跟我們的這個整個觀光 我希望這是個連結的 你本身就應該主體要做好你的規劃跟計劃 來因應未來這個法令鬆綁之後 怎麼樣我們要最快的時間去上路 這才是一個最重要的 這上面我沒有看到你們有什麼這個作為 這個部分不是推給經發局 或者推給我們的都發局 我在想整個的一個政府的施政是整體的 整體的你觀光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希望本席所提到這個 您對的這個未來 我們整個的自由貿易區之後的一個主體的一個發展 必須要去做一個計劃跟強化 這是在上面能夠顯現的 我也希望剛剛所提出來各項數據 我希望我們在今年在這困難當中 您講說一百零三年跟一百零四年的一個困頓的當中 您成長了百分之五趴 那我希望在未來這個這個時機 在明年的整個數據的呈現 那是我才能看出來你們真正實際上的一個努力 就是用數據來呈現 好您請坐 那個我們交通局局長 局長我們看到 這個我們鐵路地下化 在鐵路地下化 在鳳山的一個區段 在這個區段上個月 我們有開了一個說明會 在青年國中 可是在這個說明會裡面 除了講鐵路地下化以外 其他都是在介紹其他的區 而真正鳳山區 你到底未來你的道路是怎麼樣規劃 你要怎麼樣綠化 你要怎麼樣去帶動 沒有看到 所以說在那一場 對我們整個鳳山市市民 對於高雄市我們交通這個交通局 雖然那不是交通局所主辦 可是今天來講的話 交通局在這上面 你扮演了多少我們市民的公堂 在這上面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除了政府所宣布的 是106年 我們是整體要通車 這個部分 行程會不會延誤 謝謝主席 謝謝劉議員的關心 整個 整個高雄鐵路地下化的進度 目前大概跟他預定的進度 都是相符的 大概差0.5個百分比 有一些路段 所以目前的目標 還是定在106年底要完成通車 106年年底完成通車 那我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那圓這個圖 我们的整个的铁路的沿线 它是一条道路 那道路怎么规划 怎么样带动地方 这部分要做一个 虽然铁改局有说明 做一个说明会 可是那个完全都是空洞 我希望下一次 在做这个说明的时候 我们交通局要更扮演的一个 在地的一个角色 积极让我们凤山市民 能够更能够清楚 未来整个的一个都市发展的 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我再请教一下 对于我们凤山地区啊 这个火车站到现在 上次去年 给我们留言两分钟 那时候我们也提到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工程的延误 现在解决了没有 局长 议员所提到的 那个凤山火车站的工程 延误是指它整个设计吗 设计 还有我们整个的一个重画 打造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开发 现在 这个部分因为 它是属于铁路地下化的工程里面 要重盖一个还有开发凤山的火车站 那之前铁工局曾经有提供一些设计的车站的图样 不但要开发 要在当地的重画 一并实施 包含在那里面 那这个部分呢 铁工局也积极在办理 因为它重新有做过一个图的征选 积极办理 现在我们来讲的话 交通局现在所了解的是怎么样 你只要给我讲积极在办理 那你交通局完全都没有介入 也没有 也没有去了解吗 这个因为是分工的问题 这是交通部的铁工局 再怎么样分工 你身为一个交通局的 你也要知道当地的一个整体的规划 跟未来的一个这个愿景 跟怎么样打造提升呢 是刚才议员所提到 如果要比较明确的凤山计划 就在我们凤山地区的这个计划的进度 整体来讲 它现在是落后0.05个百分比 我们的资料里面是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还在 整个预警的这个进度在执行当中 局长这不是说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铁路地价化我们配合179亿吧 是 在这个配合的这个 你属于交通主管机关 机构机关里面来讲的话 你所扮演的角色 怎么样让我们的整个交通 能够在最快的时间 能够打造完成 能够顺畅 能够营运 能够带动相对的一个带动地方上面的 一个繁荣的一个景象 而不是你把这个钱拨到 这个主办单位 你们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我刚刚所提到这个所有的相关资料 我希望交通局在最短的时间 我们把这个目前的进度提供给刘议员 那刘议员关心的是有关地下化以后 那个路廊他怎么样变成 未来的这个交通的功能 跟地方上发展怎么做结合 这个公务局已经有做一些规划 那也在召开一些地方的说明会 我们也会把这个资料一并给刘议员做 是非常公共的一个讲讨 对所以这个部分 所以说在这上面来讲 我们对交通局辞职的介入跟参与 感觉到质疑吗 所以说我在想说 你们应该要怎么样去介入 来提供我们当地的这个百姓的一个练习 里面的一个练习跟想法 这就是这样做一个练习的介入 是不是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刘议员的咨询 那再过来是李柏毅、李亦言 15分钟 谢谢 今天我们交通部门的各位举处同仁 来到这边 那我想就今天交通部门的咨询 其实交通部门我们是一个市府 算硬体加软体建设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媒合的单位 那包含我们交通局 刚刚早上听了一个早上 我们议会同仁的咨询 我看到你的回答里面有很多无奈 但是其实就是大家对交通局里的一些期待 包含对车速照相 包含对交通管理 包含博弈接下来等一下也要跟局长这边讨教的 铁路地下化之后 这些连通道原本的路桥 那原本的地下道等等的规划 是不是应该存在 或者是在哪一个 是在哪一个机制里面 市政府是在哪一个机制里面去讨论这些存废 那接下来也有观光局 许局长在这几年为高雄市的观光 其实感觉也蛮有活力的 那我们怎么样让各区的特色 可以让一个不认识高雄的人 来到高雄的观光客 他会想要多留在高雄住一天 我想这个是你跟观光协会这边最大的努力 看每次聚会大家都在讨论 怎么样让这些观光客多留一天 那还有监狱局也是最重要的 这些观光客来到高雄 他没有租车 他没有朋友 没有借车的情况下 他怎么样可以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系统 可以到处爬爬罩 可以到处到我们市政府所规划的这些景点 让他可以很方便的去这些景点参观 让他多住一个晚上 让他回去以后 还会有想要再回来高雄玩一次 这个是我们今天整个交通部门 我想重点我会摆在这边 那先就我们交通停车方面来谈好了 第一个 呃 我的选区 左营区 左营区新左营的部分 他其实非常的热闹 他有巨蛋 然后衍生过来的这个整个育城商圈 那育城商圈 跟富国富民 他经过我们的市政府的召接之后 其实相关的配套 在五年前 前局长还在的时候 就背了很大的黑锅 召接交通局并没有参与 人行道扩大 路行缩减 交通局那你只能 好那你们多找路外停车场 那找了几年下来 有没有找到路外停车场 事实上也很困难 因为那里 呃继承的社区已经在了 所以你要找到继承的路外停车场 还是有困难 所以 呃 呃我想就建议 目前 有的路外停车场 我们的使用的方式 呃 我认为还是有一点低度开发 就是在这个富国多功能 立体停车场里面 那我在这边建议 其实交通局可以做一个规划 那看能不能把它立体化 就是做整个停车场的多功能使用 呃 这个富国富民 他这个立文路对面 的呃 商家 一个月电租五万块跑不掉 30坪的商家一个月电租五万块跑不掉 那就我们多目标的使 停车场多目标的使用的话 你如果搭地上六层 四层做停车场 下面两层做商场 最少 有300坪以上的这个商业空间 300坪以上的商业空间 呃 再加上这个停车场的这个收收入 我想 对我们停滚基金 应该是有很大的呃 呃收益 但除了 这个富国这个停车场之外 如果 呃 在富民路跟玉城路这边 没有其他的停车空间 交通局是不是也应该有更积极的做法 我说更积极的做法就是 包含跟民间讨论地下化的停车场的投资 呃我想这个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就这一方面 让局长稍等跟呃一起做一个回复 那另外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呃 左营大陆这个地下道在5月4号就要封闭 左营大陆地下道5月4号封闭之后 等于我们这些左营呃从中华路要到旧左营 旧部落这边呃或者是以前我们要往呃 左营大陆往部后这边的人 齁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再直接这样子过去 替代的道路有两条其实都有绕一下 那相对的这些交通的运围的状况 我想交通局可能要更审慎一下 因为你如果要进入整个美术馆区或者是进入呃 呃绕道那一边的话齁 可能这些交通的状况 呃到时候可能要请交通大队这边也多派一些呃 交通志工或议交来现场来协助 那等一下也来请教局长 就是有关左营大陆这个地下道的封闭齁齁 他因为是什么样的工程 我想市民也需要多一点的资讯 那接下来就是最重要 大家最讨论最多的 就是这一个呃铁路地下化之后的台铁左营站 台铁左营站跟呃翠华路它是平行 那我们巨蛋就在这边 从新庄一路一直往呃 呃我们台铁左营站这边过来齁 目前他是一个一个绿带 这边有一些铃杆 那未来这条路是不是打通 那他打通的骑程大概什么时候 这个我们交通局里面扮演的角色 我想等一下也想听听呃 呃局长呃在这方面的说明齁 其实除了这个新庄一路之外 刚刚我提到 在很多接轨在呃 呃铁路地下化的接轨 目前有翠华路桥 左营地下道 你们是采用什么样的想什么样的方式 有些是要保留 那有一些是要拆除 像古山的青海桥 他是要拆除 但是到处华路桥这边 他是保留 到左营地下道 目前暂时保留 但是暂时封闭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也请局长等一下稍稍微做个呃 呃说明让市民朋友更清楚 我们请交通局 陈局长 陈局长 就刚刚几个问题 嘿 谢谢主席 谢谢我们黎议员的关心 有关凹子底附近的停车场用地 也谢谢议员有跟我们一起去做一些会看 那刚才所提到那个复国停车场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去年交通局已经开始 呃拟定所谓的五年立体停车场的兴建计划 那本来这个复国停车场 就是在这个五年立体停车场兴建计划之一 那后来因为这个是 呃捷言局他有所谓土开基金投资作驾的用途 所以这一个基地就拨给呃捷言局 未来也应该会朝向这个立体多目标使用的方式 呃来做兴建 那另外就是说因应这样的调整齁 我们另外还在那附近有一个辛亥 辛亥停车场就在辛亥路跟郁城路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把它调整变成我们本局自己 呃即将要执行的那个五年新建计划的其中一个 这个就正在郁城商圈里面 那是辛亥路这个 对那我们希望说这些能够透过民间的参与 能够提供相关的这个建设的呃资源 共同把这个停车供给把它给提供出来 那但是呢因为如果现有的停车场去做立体化 那变成说在在新建的期间 那个地方可能就会实陈上 呃有些停车阁就会暂时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不同停车场之间 这个实陈配合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希望把那个立体停车场能够兴建起来的空间 能够尽量使用在更大 所以我们现在也进行这个都市计划的一个解释 希望能够退缩的一个规定能够取消 送到都发局了吗 已经有在处理这个部分 对那第二个部分呢刚才议员有关心我们这个呃 呃左营地下道 因为在5月4号即将要封闭来施工 这个是因为要配合整个呃 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的要劲 本来他是希望指封部分 然后部分提供原来的车流来使用 那后来他们去进行施工转探的时候才发现 过去这个左营地下道的的的兴建 在很早以前就是有一个路桥 路桥的兴建下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座 那这个基座是当时他们在做设计的时候 不知道下面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基座 所以当他们要去进行这个地下化的挖掘的时候 发现这个基座如果没有去把它处理掉 他根本是没有办法通行的 因此他们有送了一个这个修正计划 修正计划什么时候送进来 在上个月的道安汇报已经有讨论过 有讨论过 同意他这样的一个变更 上个月才送进来 因为他们送进来是因为他前面还有几个程序 我们还有管考小组有三次的讨论 希望就各种减轻这个附近交通的冲击 做了很多的这个讨论 最后在上个月的道安汇报才送进大会 里面去做最后的确认 那这个工期他因为需要到四百多天 所以我们也不能等闲四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本来的工法 没有办法持续来执行 因为下面那个基座是 一定要透过全面封闭去做铲除 所以这个基座就是脆华路桥的基座吗 以前 所以旧的路桥的基座 旧的路桥也就是下面 下面还有一个大基座 所以必须要先把它给处理掉 他地下化才有办法去处理 那刚才议员有特别提到说 有关沿线还有一些所谓保留 或是拆除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经过讨论 也定了五个阶段的这个优先顺序 那大部分的这个地下道或是天桥 都是未来都会是拆除的 那因为有几个刚才特别提到的 可能在左营的路桥 还有脆华路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交通功能还是需要部分的保留 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第五阶段 是未来的一个状况 进行检讨 来做拆除的一个最后的决定 那这个先跟议员做这样一个报告 至于说新庄子路到胜利路 因为胜利路这边目前的路宽 比较没有那么宽 未来在公务局的计划里面 只要这个地下化的工程上面OK 它会做拓宽 拓宽会在打通跟新庄子路的衔接 然后会用25公尺的路宽 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交通的品质的提供 谢谢局长 谢谢您请坐 我想刚刚要你回答这些 你又很无奈 因为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公务局里面 决定之后交通局在后面 再采取这些交通措施来改善 那所以还是很感谢交通局同仁这些努力 但是我对 左营地下道 左营大陆这个地下道 他上个月才送这个交维计划进来 突然跟我们说要改这一点 市政府的宣传度不够 那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再加强改善 那另外也感谢局长 你已经跟局里面的同仁 已经跟高雄市的这个计人车队有一个共识 就是我们 薄力在上一个会期所关心的局长 你很快的就动作好了 就是对于计人车上面的儿童安全座椅 那很快我们在这个月下个月 就已经有计人车会上路 未来高雄市的妈妈们 你们如果要带小朋友出门 要搭计程车 你可以要求你要安全座椅 高雄市交通局已经跟 计程车队已经建置完毕 这一个服务 那接下来我想跟观光局这边做一些讨论 就是刚刚我跟您提到的 如果怎么样让高雄市 怎么样来到高雄的人 他想要多留一下 那他想要留在哪一个地方 目前最火热的地方 博尔特区或者是大树 旧铁桥等等 那这些有一些他们的商业空间 有一些他们的特色 那左营其实我们认为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那为什么左营这么有特色的地方 目前这些观光客自由行的人 他来到左营 他还不是他的首选 所以我想就观光局长 我跟你做一些建议 其实同样的建议 我在上个礼拜的财经部门也讲过 因为金发局市场管理处 他是在金发局然后财经部门里面 但你不觉得这个应该是 我们观光局内部的工作吗 因为左营其实有杯彩头市场 那目前金发 因为杯彩头市场 有他的财政的因素 那他是跟私人土地租借 但是杯彩头市场有左营最有名的小吃 最有味道的小吃 市政府目前金发局的规划 却因为这个租金不合理的问题 他要把它退场 那如果沾灾他要把它退场 那观光局这边的意见是怎样 或者观光局根本你们也不知道 杯彩头市场可能面临退场的问题 我想这个是市政府横向必须要很快去联络 做一个联系的问题 那我目前也跟金发局有约在这个礼拜 或者下个礼拜会去现场 那局长能不能你可以简单说一下 你对杯彩头市场这个看法 谢谢 来 观光局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对我们左营这个观光的关系 我想这个杯彩头市场 在议会这边多次有听闻说要拆除 那这里 里面有这个历史悠久的小吃这部分 我们请同仁我个人再去详细的了解 他这些摊位有没有要外移 或者说是很多地方是这样 我猜了之后他要牵到哪里 说这是圆什么什么 这个有名的小吃 那这部分我们来跟他们做联系 主席 你请坐 那我来请坐 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 让人来到左营让人来到旧城 他接下来要去吃什么 就像去到铁道文化园区 接下来他进去博二 那让人来到左营参观旧城 去连吃坛之后 接下来他要去吃什么 这些东西你说你把它移了 就 人家干嘛来左营 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观众局还是 建议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如果这个租金是不合理的 如果这个租金是让市政府有亏损的 那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 如果这个使用度是低的 我们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 把这个使用度 或者是把这个面积降低 那原有的这个 再给李一言两分钟 那原有的这些小吃 你把它移到也是这个市场里面 你要面积要怎么样缩减等等的 我想这个对高雄市的观光也是非常的重要 希望局长也重视这个问题 那另外就 高雄市动物园可能在内门那边 我刚刚看到市政报告里面 你对内门那边也有一个计划 那就是跟顺贤工这边有一个土地的 他们愿意出土地 那接下来我其实我目前为止 光局这边我还没有看到比较具体的就是 这个动物园到底要花多少经费 那这个动物园要用政府自己出资的方式 还是我们有想法 可能可以用民间出资的方式 或者是可以怎么样跟地方合作的方式 还没有看到这么具体的讨论 那我想市长的任期剩下两年半 那如果一个内门的动物园 还没有确定这个经费到底要花多少钱 我想这个对市长的这个任期的责任 我想也是有一点 那希望光局在这一方面 也比较具体的可以提出来 那包含是用市政府自己出资 还是要跟民间来合作 还是有什么样合作的方式 我想这个应该要开放这个选项 让市民朋友知道 那接下来可能没有时间让局长这边回应 那接下来就是捷运局这边 上个会期也有跟局长提到 就有关捷运路网 规划的问题 呃 局长有时候有一千万 那我不知道这一千万目前执行的状况 一千万目前执行的状况 我看三明区也在要 人武也在要 凤山也在要 那到底左营男子 这一个红线的东西巷 他有没有机会 呃如果有 请局长你正面的回应 如果没有 是不是在今年度 在捷运路网的规划费上面 可以再去争取 那为我们这个捷运红线的东西巷 这边 让他跟呃整个捷运轻轨 形成一个路网 那等一下 要先请观光局吗 好 我们许局长请搭货 好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李远 呃我先跟李远回报 有关于 呃这个内门 所谓的这个新的动物园的规划 我们之前在两年前就已经请 专业的规划公司有设计好了 啊他设计好之后 有提供他的这个安部就班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说我们请同仁 这个提供一份给李远参考 那当时的这个 呃 规划的方向是要采取 呃 因为是占地是200公顷 那这个是呃 之前拜托 有跟这个规划公司请的这个规划设计 那当我们 后来是采取这个分阶段进行 我们第一阶段跟这个 内门的子族市 他们是把他们室友的土地 无偿借用给市政府 一共有12公顷 那我们这是第一阶段 我们叫做这个 呃 生物物种的这个繁殖区 暂时因为如果用动物园 它牵涉到要做那个定物变更 这个比较复杂 那我们先用这个方式 把这个 当地的这个要两个 一个是水土保持计划 跟还品要做好 那这个时间是要两年 这个 我们国家的标准流程 就这样做 所以 我们现在已经 为请这个 呃 工程公司已经开始进行了 那我们最晚是 今年是105年 那我们最晚大概107年 第一期 这个部分就会完成 那我们也有请 这个 呃 对动物研究 的这个 专家进来说 初期 适合放养 怎么样的生物 好 怎么样的动物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做好 这样的规划 只是这个时间 当时我们也非常急 但是我们目前国家的 环评跟水保 那就是要走 这么长的时间 这部分当然 如果有这个立法院可以 修改相关规定 我们当然可以加速 那这个部分是 跟李源做这个报告 好 谢谢 那再过来是捷運局 武局长 警察 谢谢 谢谢 那刚刚李源也提到 就是说 我们跟交通部 争取的这一部分 我们已经一年 就已经 预复了 预计 今年下半年 今年下半年 我们把中央拿出新签 可行性评估 因为可行性如果没过 其实中央都不会变预算 那另一部分就是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部分 就是说 要怎么强化 像我们整个七所大学里面的 高雄学员线的部分 那高雄学员线部分 这一部分 其实现阶段的 它的本业致长率 达到 是变成是负的百分之十五 就是说 致长率不高 所以我们现在采取 两个面向的作为 第一个面向作为就是 其实我们交通局 积极在配合 积极在推动 就是说 用其他公共因素去养量 另一部分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就是 藉由桌边的开发部分 来强化一些 量能的提供 那这样才有办法去 让整个可行性提升 那不然中央不保障以外 即使我们那些 连本业致长率 都会面临问题 互国立体的致长部分 这部分我们也跟交通局在 这个四月实在有会讨过 会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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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现在是已经 违外的部分 到107年 那现阶段的部分 我们还是先 作为停车使用 那我们在 要让他们合约结束吗 目前 我们 我们也正在进行的部分 就是 多目标使用 那我们现阶段 还没用的时候 就是跟他们合作 然后由他们进行停车的部分 但是这段时间 我们也开始研究 多目标使用里面 如何将 停车的需求 跟周边的开发 因为这个好事多 跟整个商圈部分 其实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那我们也希望 把这一部分 带上来之后 其实对我们未来 轻轨的使用率 也会再做提升 所以我们现在 正在朝 多目标 使用里面 进行规划的部分 好 好 好 谢谢李一元的咨询 那我想 先请教练交通局局长 陈局长 刚刚你说中华路桥 地下道 那个要封闭 就是为了 因为他发现下面 有一个基座 那个基座是原来的 催华路桥的基座吗 是吗 蛤 好 那副座你说明一下 那个好了 那个基座的话 南共处他们专探下去 是说以前 在做地下道的时候 之前 还有一个路桥 路桥拆掉以后 拆掉以后 拆掉以后他做地下道的时候 他最下面没有挖掉 不是现在的催华路桥的基座 我是说那些基座 如果毆掉它 引用到我们催华路桥 不会 不是 不会啦 不是没有相关 我要讲清楚 不然我们会有疑虑 到时候那个 现在全部流量都到 催华路桥去 你再基座毆掉 如果放下去要怎么 好 好谢谢 那另外我也要 刚刚那个交通局 你 刚刚我们里面提到 那个富国跟中原 那个立体停车场的设置 这个问题 其实那个早在 我们越城路 造街的时候 整个 停车阁都 拒检到 剩下个位数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一直在要求 是不是你赶快做一个 立体停车场 当时我就有建议 富国跟中原路这个 融华市场对面这个 停车场 结果当时你们给我们 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你们说 周边的居民反对 因为这样会影响 他们的私人隐私权 就是说那个 那个立体那种 盖起来之后 人家边的套天处 会被这个 停车场的人 依然无遗 就是说 他们的隐私都都没去 因为这个理由 后来你们 不同意做立体停车场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 因为当时你们给我们的结论是这样 所以后来我们当时也是 顾及到居民的隐私问题 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坚持 那如果现在你们 现在要重启这个 立体停车场的案子 因为当时是在王国财 局长的时候 如果你们现在要重启这个案子 我希望你们可能 也要重新去评估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的地方 民意代表都期待 希望能够多设几个 立体停车场 包括也能提过 富国公园也要设 现在又听到说 辛亥公园 也要去立心爱停车场也要设 我想这是好事 因为这是解决停车的问题 但是有一些 过去有存在不能设的理由 你们是不是 应该要一并的去考量 然后看如何来排除好不好 好谢谢 谢谢李亦言 那再过来是我们 吴亦正吴予言 指定时间15分钟 那在吴亦言执行之前 我先对不起 先我处理一下时间 跟大会报告 现在目前时间是12点15分 离12点半散会的时间 还有10分钟而已 那因为后面还有一位 登记的议员 陈立正议员 所以我们上午的议程 就到陈立正议员 执行完后再行上会 好 那就请吴亦言15分钟 主席 主席 各位交通部门所有首长 还有市民朋友 大家早 首先先谢谢观光局 跟市政我们支持 我们这次的大港杯 的一个比赛 那我没有想到这个大港杯 是一个烘豆 咖啡烘豆比赛 就国际交流赛 在报名就几分钟 就额满 32名 而且报名要报名费1万块 而且高雄人只抢到两个 抱只抱到两个 其他都来自于全省各地 跟马来西亚 包括大陆 这个 这个 冠军的 那 让我很意外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 咖啡的整个文化产业 是在一个 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效应 那我们希望 它是两年才办一次 那 所以说我们希望 国防局能够再 继续支持 这几乎都外地来的很多 当本本地的主办单位 都是本地的 时间怎么 好 OK OK 没谈到 我想这个是很好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能够 观光局能够多办这样的一个 支持这样的一个 国际活动 让各地的人 不是对我们的产业 整个文化 就是说外地人 都会到我们高雄来 有创新的产业 都愿意到高雄来禁忌 那来参加的过程 他还有一个 在板那个 塞翁咖啡的 他说哇 高雄这么精彩 他也想来拜 来高雄明年的那个大赛 国际大赛 想要到高雄来 那我有跟他讲 如果说他们要来 再来拜会观光局局长 这个对我们来讲 都补助 没多少钱 几万块 产生的一个效益 真的是 是非常大 那请局长能够给予支持 谢谢 那第二个 也可以回到交通 那今天早上我去去 就是前几天 有来陈前 我去处理 早上有去会刊 山多路跟 当然凯旋路都知道 我们大家 起爆之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 为了路行改变 因为人们的空间更大 那我们会把就是道路有些缩减 那山多路的量实在太大 包括我10点多11点 还是车人来人往 那因为路行的改变 所以没有路边停车以外 连人行 人慢车道 坦白讲 那个骑脚踏车的也来 也要来乘行 那今天来乘行的是店家 因为山多路很多是做母骑的 母骑的 他要载货卸 人家买来买的也是塞货车来 为主啊 他不是只是说送货走 来买的 有的是做水电的 有的做窗帘的 那些来汽都是货车 他根本没办法领停 那如果开进去呢 违规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好市民 这个检举达人 以前的重点在这 这个地方你没这样做 他就没做成你 所以一定会过 每天都等一定会过 不然就是 没在乖问了 不然就不要做成你了 那我们的好意 我们希望 让我们城市能够更多人文空间 但有些空间真的碰到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看我们怎么去处理 这样的一个议题 凯旋路也是 凯旋路也大家 不要减旗 减旗就是要处理 罚单 这是可以每天来开 都会有 因为交通局 警察局说 我也知道人家的痛苦 大家减旗的 不是我的 要减旗去 传的交通局 叫警察局 我没处理不可以 那我认为 大家来讨论 是不是有这种 在整个路行改变 就怎么说的 当我们在改变一个很好的 进行一个街道改造的时候 但是这个依据 但是这个依据 还是有一个规矩 规矩 不是让你下跌 是几点那些痛 还是痛 如何痛 在我们这个弹性的一个过程 我们怎么去处理 我觉得这是我们政府 应该要去处理这个 在建立一个我们理想性的一个人行 以人为本的一个街道的时候 在这个过渡期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弹性的作为 这是事实上已经有处理过 以前我们现在那个警察局在执行 所谓的棋楼 它只要退缩1米5保留人的 它可以摆一些临时座椅 但是要移动也不能够定 这个也没有修法 它是透过警察局的一个执行要点 但我们也希望能够修法 来把确保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 我看到我们在我想欧洲街道都比我们窄 问题比我们更多 可是他们有一些弹性做法 就是说一边 一边人行道一边一边车道 就说它这样街道已经够窄了 大家拿一颗拿一颗 在那个人行道的流量不大的时候 而且那个路是做平的 所以它是 它不是一边人行道 它是一半一半 这样有一个弹性的空间 去处理所谓的有效的停车位 而且你不要 在人行道那边 你坐整个垂直路面 当车没有停的时候 它是对行人是具威胁的 所以你干脆把它做平的 那车子可以直接上去 没有停车 人行一样可以用 在特殊的路段 就有特殊的处理方案 这个已经很多很多 不管在德国法国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街道的处理方式 那这个也可以考虑 这是我们一个面对问题 我们想要采取的弹性做法 那另外一个也是说 他们那边没得停车 那旁边有个金马新村 旁边有个路外停车 可是晚上要停都没得停 为什么 晚上要收钱 政府也收不到钱 那有些市民 我愿意 我愿意付钱 也不行 所以说如果说现在月票 要不要有九百块还是一千二 可以停公立的这种路外停车场 你晚上去那边 你也没得停 那与其这样 我们为什么不要晚间 夜间 除了你的月票以外 我要加买的是什么 我要月间有车位的 我算钱给你 因为你没在收钱 你政府没在收钱 八成我管你十钱给你 你只有车位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动态管理 才是一个有效的管理 我也希望这一点能够建议 交通局能够有关路外停车场 晚上夜间没有停车的收费 你可以有部分 可以看是 如果有需要 市民有需要 你可以申请 保证有位的夜间停车场 但你要另外付费 如果说月费如果一千二 我再加八百 我是有车位的 那些车位就把它划出来 这个是一个 也是弹性的一个 我们在处理我们的问题 你无法无法理想 要怎么样 但是很多是可以过渡起 但是过渡还是要一个标准 那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空间 一个办法 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我也是希望说我们的城市 包括公寓透天处 集合住宅 其实我们 台湾就是机车很多 机车的问题是整个 私人运居都会有 整个站整个 空气污染 占用道路 这个都有 那它最大的空气污染 那对机车 对我们 非常方便 我想大家差不多都乘到 摩托里面的 但机车在这个城市里面 除了空气污染 但不只是汽车 机车 汽车也是一样 燃油都有这个问题 然后 车户率相对比较高 其实第三个 对城市的影响最大的 因为我们对机车没有一个有效管理 路边 汽车 汽车通通都是 免费停车 那你要有一管理收费 市民又跳起来 那我看过一个社区的大楼 他就把一楼地下室 本来是俱乐部 本来是三文轮俱乐部 他后来干脆是牺牲 俱乐部不要开了 关起来 全部给收费的机车停车阁 然后他的大楼的旗楼 人行道 都不给机车停 你全部到里面来 很便宜租给你 一次十块还是多少 他就把周遭的整个 就收纳到他的大楼里面 那所以说 我们认为说政府应该是 我们去协助 新的一定要给他规定 你到底这个人口多少多少 机车 你要收纳到你的自己的停车位 不管是集合住宅 或者公共的所谓的商场 或办公大楼 你一定要自己要去 这个办法 我们的好像建筑法规 好像没有强迫 机车停车位 没有这个规定 我有问过建管处 请交通局去再跟建管处 再处理这样的一个空间 是不是新的社区 新的大楼 必须要收纳自己的 所谓的汽机车 不只是机车 包括汽车 但是 就是你要把外部的 你本来自己不处理 你变成整个城市的整个蔓延 人行都没有很好的一个行走空间 怎么把大型开发案 公共使用区 比如医院 要把他的整个停车问题 要 你不能把内部问题外部化 都给大家来承担 那我们应该规定他的机车比例 或空间 然后规划 八十七 不要嘛 你要提出来 我讲的比如说 以高一长根 不只说我们既有的公共交通运输服务 他如果不能满足 他自己必须要提出一个改善方案 比如说以高一来讲 高一在那边大概是 绿色的是 收停车格有收费的 粉红色的就没收 他自己的停车格 并没有满足 停车整个窟 我想不只是高一 高一要去处理 你要在旁边 在对面马林成家的土地 商场 你也可以做一种弹性 你还是可以收费 但你要是需求 到你医院的这些需求 到底有多少 你怎么去处理 你也可以开街坡公车 我高一 你也可以跟自己买公车 买电动公车 你可以跟民间业者租 去做shuttle bus的整合 看你的病人的来源 是从高铁来的 还是从火车站来的 你要做运辜 他自己必须要责任 我们必须定一个办法 让这些 所谓造成这些大量的 百货公司或者医院 你产生的巨大的一个停车需求 你应该去导引 你怎么去做 我们不只是对新的 要对现有的 大家都 以前过去都把自己的问题 担到别人 担到别人 我觉得要塑本正远 就是你自己的责任 自己要去承担 我们对环保也是这样的处理 对这样的外部的一个成本 也是应该由他们内部化去处理 政府怎么奖励配套 没问题 但前提你自己的责任 你要先付 把它承担起来 大鲁阁快要开幕也是一样 那个路段 刚好今天报纸也提到 是十大造舍路段 就排前三个 他的处理办法 当然他很认真在处理 交通局也很认真在协助 但他只有七天 停车场 站不开放 但是有鼓励 你如果来 你如果坐一天 你要得到他 送他一招便机 只有七天 我像这种 韵量太大的 你就规定你 你有什么措施 你告诉我 你鼓励大众会说 来这边的比例有多高 不要直接开车来的 要开车来的 你的相对成本要比较高 你不是停车不用钱 你叫鼓励 大家都塞下来这 你那个差异性要给他的 是说 你要提办法出来 那证明要协助什么 要检举要加码 检举要加码 检举要加码 给他补贴 但你自己要出多少钱 不只是来一招 到一招 看要怎么去 就是你来你的客人 来客数里面 你大众运输 比例应该要占多少 我觉得还要更具体 虽然已经 大陆阁跟交通局 已经做了很认真的一种讨论 我认为还不够 还要再加强 结果论 你来的客人 多大众运输 大众运输 大众运输 减少这两个开车过去 本来已经十大造车的一个 用车一个最大的问题 现在还在那里 但我们希望产业能够发达 但是怎么样去透过大众运输 去解决 能够更积极 包括你 你要规划大众运输 比开车的人更多 现在保护开车的更多 保护大众运输 不认为解决公司的合作方案 你没有什么做示范 不然你没有什么做示范 你自己的土地开发的合作案 你就没有做到大众运输 来 你解决在做TOD 解决公司本身就要做TOD的规划 你要跟民间公司要做好 跟交通局 解决公司跟业者 要做个示范 这个也是更积极一点 再下来 那最后 上次之前 我们在市长市政报 已经提出了 ECOMOBILITY 不是只是为了汤马辛 用很多新型的能源车 电动车 都被所谓ARTC绑住 像我们的车 高人坐 小人也是小车 可以一般的小车驾照 10人坐 12人坐 15人坐 就要其他的职业驾照 就要造成 现在泰国的人 要10人坐 12人 社会上需要这样 结果人家坐 用车 买到整个10人都在一起 台湾的自己的产业 又保护 又不弹性 新的能源又出不来 都被这些特定的业者绑死 绑死我们自己绑了 绑了我们的产业 绑了我们人民的生活需求 高雄就需要去突破 我们就划某个区域 不止哈马仙基丁 陈青湖 看哪个区自己社区 当然要社区参与了 你社区同意 我让你这些新车 新能源 接驳公车 接驳的那种设计任何新型的交通工具 都可以 再给吴云言两分钟 不要被 就是说我实验区 实验区就是让它各种 这种解决交通的那种方案 可以在这里实验 干净能源的 你要怎么去创新 在这个区都可以去实践 不要被交通道路管理使用条例绑住 这样让很多的产业 很多的想象的交通的一个替代方案 能够跑出来 这个社会都真的被既有的 既有利益 习惯 绑住 不是说社会当然要有秩序 但是有时候绑到死 大家都没出路 这个也是 希望这个交通局也能够针对这个 不只是 肯定性 肯定性也是不可能 肯定性也没办 大幼也可以 但是我讲的 任何的一个方案 都要跟社区 大家要有一个共识 要处理到什么程度 我们可以来做更多的一个区域的整合 让这些实验区 我们可以修法 定一个实验区 看哪些办法 由交通局来订 跟环保局合作 哪个区是要 实验区的 我不用 大家有什么车 都要车车中心 把我们换做 那这个是 透过我们的地方的自治条例 一个实验的精神 讓這些各種可能交通工具都可以在我們高雄被實踐 那個產業才會發展出來 請陳局長答覆 交通局陳局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吳議員 謝謝吳議員很多寶貴的意見 包含剛才所提到的幾個重點 我想很快的給你回應 第一個就是說有關我們山多路或是凱旋路那邊停車 跟原來這個氣爆以後 道路設計的這個概念跟實施之間有一點落差 那我們也跟地方上一直持續在尋找替代的方案 同意議員剛才所提到的特殊的路段的處理 應該有特殊的一種臨時做法跟因應的措施 那但是在剛才所提到的 國外的情況確實是有單側是人行道 另外一側是停車 那個比較適合在巷弄裡面 在主道像我們的那個山多或是凱旋 可能這個有一點點需要再稍微調適一下 那麼第二個部分有關金馬公有停車場 我們已經在4月1號進行委外收費 所以未來夜間也可以讓民眾確保能夠有管理 不會變成是沒有收費 然後就變成民眾使用的占用的一個地方 第三個部分就是機車有效管理的部分 我也很感謝吳議員剛才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 那個未來特別是未來在城市裡面的一些大型的建設 會去吸引到很多交通旅次的 我都認為要符合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應該至少本身要內化它的停車需求 之外還要因應其他的部分呢 比如說提供替代運具或是替代的公共運輸的接駁 接駁公車也好或是公共自行車的設置 等等這些來相輔助 這個部分確實是我們高雄市 目前要進入到下一階段裡面 一個城市交通管理必要的改善的方向 特別是國外國外的案例我們也看到 甚至針對在城市裡面的這一些公司 只要他公司聘用的人數超過十個人以上 像法國整個系統他都會採取 徵收交通稅的概念 把這個稅收集中到城市裡面來 去做相關的比如說公共運輸 特別是捷運、輕軌、公車這方面的一個建設的基金 那這個部分我們當然也可以來試看看 國內如果要慢慢往這個方向來推動 有沒有哪一些法規上應該去留意的 還有地方上是不是也能夠共同來支持這樣的一個共識 那另外大魯閣的部分我們這一次也要求 他在開幕期間至少七天一定先不開放他的停車場 用這個捷運跟公車公共運輸能夠來使用 那沒有錯這個是一個事辦的概念 如果說這個成效不錯 我們會要求大魯閣能夠持續往這個方向來做 那有別於以往大型的這一種商場 他開幕為了要吸引很多人 他甚至停車場都不收費 這一次我們認為他的停車場也應該要收費 而且要讓他變成有所謂的使用成本的差異 來真正引導民眾到商場裡面使用公共運輸的這個做法 最後一個就是剛才議員也特別提到 有關Eco Mobility的這個概念 甚至要有一個專區來做各種 現在其實技術上已經沒有問題了 很可能是在我們過去就有的法規上 還有一點限制的這些運據 能夠有一個實驗的場域 這個我非常的支持 我們也這樣在做 另外就是說我們也會持續跟交通部來進行溝通 對於過去一些殷刑已久的舊思維 還有一些法規上自己把自己綁住的這種概念 我們都希望在短時間裡面能夠有所突破 配合我們的一些示範的概念 能夠真正在高雄為首 開創出另外一個新的這種城市運輸裡面低碳的示範的一個風潮 或是一個方向 給吳憶遠一分鐘 三十秒 不好意思 第一個那個委外的部分 你在委外的那個停車場 你的條件要跟他講 一委外結果那個也沒辦法執勤 你委外要把這個附帶這種解決 這種社區的方案要提出來 你要來標的時候要按照這個邏輯 要不要把你管理不到 他要給你收三千里要分你 這有 要站到你委外 第一個 第二你剛剛講的那個交通的那個 交通稅的那個 當然要討論比較久 但是我也希望你要把方案提出來 方案提出來一定會有人不同意 一定有人會反對 我們再來討論 但是你不提出來 永遠只是停在我們的構想 理想實驗區而已 所以清理交通局 看一個月能夠提出來你們的草案 我們再來慢慢再來討論 沒關係要提個草案 咱們補貼 第三個就是談判共委 實驗區 不是只有一個區而已 我們希望訂一個 也是一個自治條例 我們也要討論 請交通局這個會期 我們找個時間 把一個草案能夠拟出來 我自己社區我願意提出來也可以 除非你沒有規劃一樣 我自己也可以提出來 這樣的話我們就訂一個自治條例 實驗自己 好 謝謝吳議員的質詢 那再過來是陳立貞 陳議員15分鐘 主席 交通部門的各位局處首長 議會同仁 媒體朋友 市民朋友 大家好 那現在我要來跟我們交通局跟觀光局 兩個局處來探討我們高雄市的 有關一些交通跟我們的觀光產業的 一些業務 那我們高雄市最近這幾年有很多的建設 一些觀光景點都非常的漂亮 譬如說是愛河現在建設的很好 還有伯厄特區 還有英國領事館 那現在加上我們一個 我們是可以說是我們高雄市最好的一個景點 然後它是有一個三鐵共站 一個最風景優美的我們蓮池潭 那蓮池潭它現在是一個潭 我們最近是做了很多的一個建設 也花了很多經費 但是之前我們是有一班鴨子船 它是可以水路兩用 那因為礙於我們蓮池潭的一個水深跟面積的問題 現在鴨子船已經沒有在行駛了 已經改到愛河去了 那我們現在我們交通局是有改為一個太陽人 太陽人船 這是油斧的太陽人船 那我們的那個蓮池潭還有一個 藍繩滑水 還有一個是我們旁邊的一個旅遊的一個服務中心 我們最明顯的一個業務就可以看得到這三項的一個服務 那我覺得我們蓮池潭它是不只是這樣 因為蓮池潭它周邊有很多很漂亮的一個建設 譬如說主場館 半屏山 還有我們的廟宇 周邊的一個舊城的古蹟文化 鑽村文化館 那現在我們目前這裡有一班是 目前是我們市政府的設了一個文化觀光 文化的一個公車 它的目的大概是由一個圈圈 那這個圈圈就是從這一班觀光公車 就是從高鐵共站 左營高鐵站出發 那走明壇路 明壇路就一直到孔廟 還有舊城的北門 舊城南門 舊城東門 一直到鑽村文化館 然後再到周宰師地 那走蓮壇路就回到原點了 那本席認為我們蓮池潭不只是這樣的一般的一個文化公車 這樣是太狹隘了 我們應該要把我們現在左營蓮池潭周邊的一個景點 包括它的美食伴手禮 包括它一個特色在地的一個美食特色 都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要有一個固定的一個 就像那個公車像我們的鴨子船的一個造型 這樣的一般公車 那在假日可以密集一點的搬車 那如果平常的話可以大概是一個小時 那假日的話可以半個小時一搬 那這樣的一個公車 因為我們現在這一般文化公車 它是行駛 它就等到客人坐滿的時候 它開始行駛繞一個圈 那裡面有一個做了一個導覽員 開始介紹每一個景點 那到了一個景點的時候 它是下車十分鐘 或者是多久的時間在上車 就固定一班車在那邊繞一圈 這樣成為一個文化公車 但是本期建議應該要給它廣泛一點 應該要有一般像鴨子船這樣的造型的 很明顯讓我們外地來的觀光人 知道說要由我們左營 有一些特色景點的話 可以做這一班觀光專車 那這班觀光專車也可以像 花蓮啊或是台東啊 它們都是一個小時就一班 那這一班專車它就是固定把 當地所有比較有特色的景點 固定的把它走一圈 那間隔看似要半個小時一班 或一個小時一班 譬如是說從左營高鐵出發 然後可以繞我們蓮池坦一圈 或到半平山或到祖藏館 來到我們的舊城文化館 把我們整個左營的特色 都可以這樣走一圈 再遠的話也可以到蘭子的都會公園 這些景點都是非常漂亮 或者是到我們祖藏館的後面 有一個濕地 或者我們半平山的一個半平湖 這些都非常好的一個景點 那我要請教我們觀光局長 應該是請教我們交通局長 可不可以設這樣的一個專車 來達到推廣我們左營 蓮池坦的一個觀光產業 請你答覆一下 交通局陳局長你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議員特別關心我們蓮池坦 左營這附近的這個 所謂文化觀光公車 其實我們現在就有一條文化觀光公車的路線 不過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怎麼樣讓這個文化觀光公車的 不管是班次啦解說啦 還有外型能夠有別於一般的公車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我們會就看看能不能跟目前 結實的這一個公車業者 他們有固定的車輛我們來討論 看看能不能有在地的這種屬於 連池坦或是左營特色的 這種公車造型去做這樣的一個設計跟換裝 那至於說內涵的部分 我想還是我們會跟這個觀光局以及文化局來進行 因為畢竟有關觀光跟文化的內涵的部分 可能我們會比較欠缺 那怎麼樣透過他們的協助 我們看能不能把這條路線弄得更好 希望局長要積極一點 讓我們可以看得到一個觀光的專車 最近我們的左營新站跟翠華路 門口也有建設的一個小山丘非常的漂亮 然後連結明潭路 道路也都開闊了 然後再接到我們的孔廟 孔廟也很漂亮 孔廟很漂亮 所以在這樣那麼好的一個環境 我們應該要有一個套裝專車 讓引導我們的觀光客能夠來到我們左營 他要怎麼玩 要玩些什麼 然後要到哪裡去吃美食 這些應該都是可以列入考量 去規劃的一個內容 局長你請坐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現在我們南紫區 這是北高雄最危險的路橋 這個路橋它是 這個路橋它是在 有五個面向 因為現在高雄市之前有很多的一個 危險的一個閘道都已經慢慢改善了 唯有這個一個北 北高雄的南紫路橋到現在都還是沒有辦法改善 那這個路橋它是在有五個面向 它最主要它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的道路 交通的路橋 它是北往橋頭往台南 那還有東西是往南紫加工區 還有往我們的加倉路 那整個這個路橋為什麼那麼複雜呢 它還有加上一個後進溪的一個 一個橫跨後進溪還有台鐵的鐵道 所以它這樣兩個穿越的話 整個路橋都變得非常的複雜 尤其是從民族一路銜接高南公路 然後要上橋那一段 有一個中間 中間這裡有一個 裡面一個環鑽 這個環鑽是機車專門在行駛的 那很多民眾或者外地來的說 這個一個環鑽裡面像在走迷宮 那已經好幾年來都沒有辦法解決 那在這裡的甚至讀了四年的大學 有人在反映說他還是搞不清楚這樣的一個方向 很害怕在這裡走迷失 就像我們南紫形成一個像百木打 或者是像南紫的一個迷宮一樣 所以大家一些機車騎士 很害怕走到這一個路橋來 常常就是走迷路 然後走走又走到又走回到原點 所以我要請局長 有沒有一個改善的空間 或者它的路標人不能去做改善 也請局長你有空的時候 也可以到那邊騎個機車去走看看 真的是非常的複雜 然後加上這邊的標示又不是很明顯 這是在南洋路要上路橋的一個標示 在這一塊它是寫個市區跟加倉路加工區 那這一塊大概是沒什麼問題 那在這裡它是寫一個左銀 那左銀就很籠筒 左銀是很大很寬廣的 到底左銀是左銀的什麼地方 那這也是南紫加工區 高雄市區 那高雄市區也很寬廣 到底是要到高朗公路或者是民族路 也是要標清楚 那旁邊這裡有個機車跟腳踏車的小小的圖樣 到底這是什麼意思 那這樣汽車就不能進來嗎 或者是 只有機車跟腳踏車可以行駛 那這裡是汽車能不能 機車跟腳踏車能不能上橋 都是很混雜 那這裡的牌子又很多 裡面有兩條道路 那有標示是要到台南 然後又到高雄市區 所以如果是騎機車 汽車腳踏車來到這裡 根本來不及分辨這裡的道路方向 那之前大概是去年也有提過一次 改了一點點沒什麼很大的改變 那局長我要請你在這裡的那麼複雜的一個標示 全部在做一個總整理 到底這裡的汽機車能不能行駛 那這邊市區是要去哪裡的市區 左營是要到哪裡的左營 請你再標得更清楚一點 讓所有的行駛的民眾來到這裡 都來得及分辨 那這裡如果是要外地人來的話 包括在這邊讀四點的大學生 他們根本都搞不清楚這裡的道路的標示 非常的不清楚 局長請你答覆一下這裡有沒有改善的空間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這確實是一個蠻複雜的路口 那受限於他原來整個道路工程的規劃跟建置 造成這個路口相當相當的複雜 再加上用路人可能不同的族群 有一些是當地的有一些是外來的 所以怎麼樣 有可能改善嗎 對一定要持續來改善 那我想我們在過去這一兩年來 我們也持續的去做做改善 不過這我們必須要真的是要有一點點時間 因為你改上去以後 就像我剛才所說到的 我們到底要訴求於哪一種類型的用路人 有時候我們講說是市區 可能外地的人來講說市區應該是差不多了 但是本地的可能會覺得說 市區到底那個範圍那麼大 該怎麼再弄 我想我們會再持續改善 那本年度我們還會再針對 像這個高南公路的南下跟加倉路的指示標示 積極的再來做檢討改善 甚至我們也來思考看看 還有哪些是道路工程可以相互配合的 能夠做更好的指引 謝謝議員的這個 局長你請坐 也希望能夠盡快的改善 讓行駛的民眾能夠比較安全的行駛 那再來就是 這是高南公路要北上的上路橋 這一塊指示路標 路標也是不明顯 也請盡快的改善 那第二點就是也是道路的問題 現在翠華路的機車越來越多 那高鐵路的機車也越來越多 那我們看到這一個圖 這是翠華路的機車 它要往大中二路 然後要到滑下路 這個虛線 所有的機車它會從翠華路 然後在這邊帶轉區 然後全部一窩蜂的很多的車輛 就往地下橋下 這樣行駛 就走到大中二路 然後到了滑下路 那還有另外一條是高鐵路 高鐵路這裡也是 高鐵路是汽車 汽車也是這樣行駛 大中二路 然後要往這個滑下路 那後來就看在這裡比較明顯 這是翠華路上來的機車 那這裡是高鐵路接上來的汽車 汽機車 然後在兩條道路的時候 到後來就並為一線的道路 那我們就看到有大貨車 或者有遊覽車 還有汽機車 全部都是共同行駛一條路線 在這裡汽機車 還有腳踏車 大貨車在這邊搶到 然後它不只是這樣 因為它是跟滑下路是十字路口 那有些大貨車它是要左轉 往北 也有要右轉 那這麼一個複雜的一個地點 怎麼來改善 是不是可以從翠華路跟我們的高鐵路那邊 可以做一個紅綠燈的一個控制 或者有沒有其他可以改變的一個方法 不然這樣子的話是非常的危險 不能讓所有的汽機車跟大貨車 同行駛一條路線 是不是可以把他們的紅綠都把它驅開 局長請你答覆一下 陳局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這部分我想我們有關大中路上面的交通的車流 我們持續有在關注跟改善 那因為這裡面牽涉到地下道上來 會跟這個原來大中路上面的主線 會有交織的情況 怎麼樣透過像一些標誌或是說號誌 去做一些指示來改善這樣的部分 我們會再來也研究 然後或許需要去做一下會看 如果有有效的做法 我們都會馬上來處理 局長您請坐 那現在我們高雄市大家都知道 環鑽的這個輕軌也在行駛的 那還有我們的捷運 還有我們的腳踏車的出租 那這些都是我們高雄市的一個 大眾運輸進步的地方 可是還是在 假日的時候或是上下班 看到很多的機車 都是在習慣用自己的一個 交通工具 那怎麼樣的讓我們高雄市民 他們能夠慢慢的也是習慣去搭乘大眾運輸 因為我們都知道 機車排放出來的二氧化碳是最堵的 這個整個空氣的汙染是非常嚴重 那我也希望說我們交通局的局長能夠針對 我們都看到像巨蛋百貨那邊 如果是有我們的捷運的話 那一窩蜂的大家都會去做大眾運輸 那如果是比較不方便的話就就很少人去搭乘 那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要怎麼樣去讓我們所有的民眾 包括年輕人他們習慣去乘坐大眾運輸 是不是把自行車的一個出租能夠延伸到社區裡面 或者把我們的一個公車路線能夠再密集化一點 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到 來 證據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陳怡婉 有關自行車是不是延伸到社區 這個當然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現在我們有很多大的這個住宅室的高樓建築 這些建案我們都會算他們的停車格 如果不夠我們甚至會要求他們來認捐這個公共自行車 那就希望說真正在社區裡面有比較能夠做最後一里路接駁的這一種運據 當然公車的部分也是一樣 只要有新的社區裡面的需求人住多了 需求多了 需要有這樣的一個社區的公車進去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一定是會積極來檢討改進 好 謝謝 謝謝陳立正議員的質詢 那上午的議程所有登記的議員都發言完畢 那我們下午2點半再開會 好 上會